好 台湾大赛失向第二站 今晚同样在大巨蛋登场 那么游别于昨天有四万人 今晚是涌进了三点七万人进场 不过昨天在擅长的时候 通往捷运站的电斧梯 一度有被挤爆的情形 甚至还发生推挤往下的情况 而在台北市长蒋万恩 要求北捷改善之后 今晚北捷列车也加密班距 二点五到三分钟左右 那么总计加发了三部的空车 而他们也认为呢 从人潮进入车站到现场疏解 约三十分钟左右 比昨天疏运的时间缩短了十一分钟 而北捷这边也另外 加派的人力比照跨年的运输规格 在国富纪念馆开设指挥中心 并且加设快速通道 而他们也在现场加强呼吁旅客 电斧梯两侧都可以站立 那么这些改善措施 北捷认为是超前部署 成效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